机车上后座乘客右手抱行李箱 左手也拉一个 两个轮子放在地上拖 目击者笑到差气只想问 这轮子不会冒火吗 不过像这样手拖行李箱 传车证的画面 好像有点似曾相似 艺人罗志祥的MVE 开头就拖着行李箱出场 只是一个不小心就弄掉行李箱 这超狂搬家法还是有危险性 只是不少民众也尝试过 事发就在花莲寿风乡中山路上 附近是寿风火车站 距离大雪也不远 疑似是因为搬家方便 才会两个行李箱带着跑 不过这样已经违规 该行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31条第5项 机车负载物品位依规定 最重可处新台币600元罚款 超狂搬家法影片在网路曝光网友 除了看傻眼也有不少人歪楼 这行李箱哪一排这样拖 竟然不会坏 只是骑机车拖行李上路实在很危险 要是不小心没拉好 还可能搏击无辜 三安兄的李月李佩仙 花莲采访报道